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 你一整个晚上去哪里了 跟朋友在一起 哪个朋友 我不需要什么事情都跟你汇报吧 我不是让你汇报 我只是觉得 觉得你起码跟我说一声 好让我不用担心吧 我已经是大人了 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想睡觉了 你先出去吧 你让我出去 我已经很累了 不想跟你吵架 我先走了 我这次要的时候 我 lifting事 我梦 我梦 刚才能把你 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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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不露 你还不露 我梦 我梦 你还不露 我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好你个李绝一 有本事 你永远别回来了 我感谢观看 你好小姐 请问您认识李决一先生吗 认识啊 怎么了 他在我们酒吧喝多了 您方便过来接他走吗 喝多了 是的 你们在哪儿 我马上就去 我把地址传给你 好 谢谢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回来 好 我不睡了 你好 你好 请问刚刚是你给我打电话吗 您是李决一的朋友吗 我是他人呢 他完全喝挂了 谢谢你啊 没事 李总 李总 慢点 小姐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没事了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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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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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乐 对不起 你原谅我 对不起 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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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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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 乐 乐 这里是哪里啊 啊 凌晨 你们不是很得意吗 你们不是很开心吗 你们不是很爱笑吗 今天怎么不笑了 你少在这嘚瑟 我们钥匙挂了 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我就喜欢损人不利己 不行吗 我就喜欢看你们不开心 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你这个疯子 与其啊 在这儿跟我吵架 还不如想想 今天封面教什么 别忘了 今天可是节稿日 哎呀 加油啊 黄欣蕾 不要和她吵了 你怎么帮那个女人说话 坐坐坐 没有 我怎么会帮她说话呢 我只是觉得她说的没错 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做 就是想到今天的封面新闻 从哪里找今天的封面新闻啊 对了 打电话给乐乐姐 哎 我想乐乐姐现在应该很烦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帮她分担一点吗 你的意思是 我们去找大灵灵 请她帮乐乐姐这个忙 你要去哪里 我有事要问你 你说 你能解释一下吗 你想问的 就是这个 是 难道你不应该跟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种照片 为什么你为了搭烈烈 还冲到我办公室 当众人的面对我发脾气 为什么昨夜你还在她的工作室 李绝义 你跟踪我 都被我说中了 什么 随便你这么想 既然你那么聪明 那你怎么认为 就怎么样吧 乐乐 你不觉得你跟搭烈烈的关系 有点超过常人吗 我跟搭烈烈 只是普通朋友 帮朋友的忙 很正常啊 倒是你 你昨天晚上 一夜都没有回来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 你都不接 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啊 你去哪里了 昨晚我心情不好 都喝了两杯 在酒店睡了一晚 我为我的行为跟你道歉 但你要不要回答我的问题呢 你多喝了两杯 在酒店睡了一个晚上 我打了你一个晚上的电话 你都没有接 现在 你还让我跟你解释一下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没什么好说的 我要先走了 乐乐 黄新磊 你怎么知道这里啊 小声点 你没看到那些人吗 怎么了 他们都是伪装的狗仔 真的假的 真的 来来来来 黄新磊 我想那边应该就是 大灵灵灵的家哎 你怎么知道 你没看到那些狗仔 都往那个方向看吗 算你聪明 知道 大少爷 你能不能消停几天啊 你是不是准备进军俱乐圈啊 天天弄这种头板头条的 坐坐坐 你每天就知道做这些没用的事情 我告诉你 你最近不要出去乱跑 如果再出现什么负面新闻 影响到瑞智和我们之间的合约的话 我一定找你算账 你听到我讲话了吗 这是懒得跟你说 没关系 我相信 颜乐会帮我的 这些讨厌鬼终于走了 走 进去 别走啊 别走啊 接着 接着 接着我们的采访啊 回他一下 这些讨厌鬼终于走了 走 进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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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说过 不让我离任何人 难道大玲玲不在吗 不会呀 她会去哪儿呢 老母也会迟到啊 别取笑我了 我昨天晚上睡太晚了 今天早上一下子睡过头了 我跟你开玩笑了 我呢 也告诉你个好消息 今天老板也没来 现在还没来 对啊 所以你就看吧 你这运气好不好 好消息 好消息 哎呀 这样就能请假了 早知道 多被那个倒霉鬼吓几次 今天天气这么好 不如去购物 对啊 我要去找李学义的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给忘了 都是那个倒霉鬼给害的 傻了 李总 昨晚我喝多了 不太记得 是你送我去宾馆的吗 是啊 我送你去了宾馆之后 我就走了 李总 我还有一些事 我先出去一下 李总是不是想起昨晚的事了 他不会以为我在勾引他吧 傻了 我是要打给主编呢 还是要打给林泰 怎么办啊 今天就是节稿日期了 喂 主编啊 那个 我和林泰是同学 他最近情绪不太稳定 可能没有办法接受采访了 哎 要不这样吧 我们把封面让给时尚部 不行 这么做的话 主编一定会掐死我的 哎呀 林泰 我是颜乐 那个 能不能 让我帮你做一个采访啊 如果 采访不了你 做不了独家的话 我 哎呀 月乐 你跟林泰是好朋友 你昨天还让人家不要出门 帮他躲记者 今天呢 你自己做记者去采访他 你也太逊了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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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爷啊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哎 哎 你别难过了 如果隔壁班那个男孩再敢拉你的头发 你就跟我说 我一定会帮你的 真的吗 当然了 我们是好朋友嘛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谢谢你 不用谢 我请你吃豆花 你别不开心了 好的 奶奶 给我们两碗豆花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哎 小姐 哎 请问您找哪位 哦 我找李绝义 请问您有预约吗 啊 预约啊 是的 呃 你就说那个人小小找他 哦 那不好意思 麻烦您自己和我们老板联系一下吧 嗯 哎 哎 小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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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绝义 上次慈善酒会我们见过的啊 你还记得我吗 老板 他 嗯 你好 有什么事吗 哎 你还记得我啊 嗯 上次 谢谢你救了我 举手之劳而已 哎 怎么能是举手之劳呢 哎 哎 在场那么多人 就你救了我哎 为了表示谢意 我想请你吃饭 不用麻烦了 哎 哎 你讨厌我啊 啊 你不讨厌我 为什么我话还没有讲完你就要走啊 哦 小姐 不好意思 我想我们也不认识 而且真的是举手之劳 所以不用麻烦了 所以你不讨厌我了 哦 我叫任晓晓 今年二十三岁 毕业于圣安德鲁斯大学 我知道你叫李爵毅 纽约大学毕业 睿智广告的老板 那这样我们算认识了吧 好吧 好吧 我们算认识了 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吃饭喽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改天吧 哎 哎 等等 哎 等一下 嗯 你手机借我用一下 这个是我的号码 哎 我打给你你要接哦 你后天有空吗 后天不见不散 进 找我有事啊 主编 对不起 原乐 我还没死呢 你给我行这么大的礼 主编 对不起 我辜负了你对我的期望 这次的封面 我无能为力了 好了好了 算了算了 反正事情也解决了 哎 可是下不为力啊 主编 你说问题解决了 哎 原乐 你是不是非要我夸你能干 你才开心啊 我能干 好 这次就算你立了大功了 我知道 你拿下大莲莲的专访 但是你不能骄傲 也不能自满 再说了 雷蒂森酒店的比稿大赛 你还没拿出好成绩是不是 立大功 拿到了大莲莲的专访 啊 对啊 月晴和星蕾告诉我的呀 这边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们 有件事啊 关门关门 这群小孩 现在越来越没礼貌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们拿到大莲莲的独家专访了 什么 大莲莲的独家专访 对啊 你们去找大莲莲了 她有没有被吓到 没有 你放心了 我们绝对没有做出让她觉得不舒服的事情 对啊 我们连照片都没敢拍 对了 你们两个是怎么让大莲莲同意接受采访的 大莲莲 你在不在啊 在的话回我们一收 我们是爷乐的同事 我们有急事找你 对啊大莲莲 你在吗 乐乐姐有麻烦了 需要你的帮忙 大莲莲 嗯 看来真的不在 你放心 我们没有任何的恶意 我们只是想要采访你一下 乐乐姐现在非常需要你的采访来做封面 我知道我们突然来找你很冒昧 但是乐乐姐现在有麻烦 一定需要拿到你的报道 不然她会被我们主编杀了的 别激动 别激动 她说的杀了的意思是开除她 不是真的杀了 对对对 所以大脸脸 你介绍我们采访吧 而且你不是乐乐姐的小学同学吗 我想你不会见死不救吧 是啊 你只有看在你们是同学一场的份上 就帮我这一次吧 对啊 而且乐乐姐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我想你不会忍心让她失业吧 想问什么 你同意啦 想问我什么 我会写给你们 这个是我们采访的手稿 你看一下 我做厨师 是因为小时候 有个同学在我转学前送了一碗豆花 我奶奶做的甜豆花可好吃了 你不相信啊 我也是给你看 哇 好好吃啊 我们吃完饭一起吃 你喜欢我奶奶做的甜豆花啊 喜欢送你 后来出国后 我就很想念这一碗豆花 但怎么都买不到 所以后来 我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厨师 谢谢你 灵太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来找你啊 好的 你们辛苦了 我出去一趟 去找达琳琳 好好谢谢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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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喂 喂 红姨 我爸呢 哦 杰亚先生啊 李老初去散步了 我爸今天还好吧 挺好的 他上午还跟我说 要和朋友下棋去呢 那就好 红姨 我今天晚上会回来吃饭 好好啊 那我得多准备几道菜了 早点回来啊 好的 谢谢红姨 好的 大雷零 我是睿智广告的李爵翼 我认识余颜乐 达琳零 我想跟你聊一聊 有关余颜乐的事情 你不用紧张 就随便聊聊而已 我只是想知道 你跟言乐是什么关系 李爵翼 这件事情好像与你无关吧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 让你不要在扫尔大零零吗 你为什么还来啊 乐乐 我们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 好 那你现在向大零零道歉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试菜会的话 他也不会被媒体围堵 也不会受到惊吓了 那你的意思是 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好 以后你的事情 我都不会再管 还有 我希望你能够取消市才会 大零零 他也绝对不会去参加的 那你让他弟弟等着收律师信吧 灵太 谢谢你 我们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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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鉴赏大赛昨日与北京圆满落幕 接下来我们进下一座新闻 因慈善晚宴出丑 已失踪多日的海外皇室主厨大零零 今日终于露面于人前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 一女子无故阻止了采访 并带走了大零零 两人举止很是亲密 众人纷纷猜测 此人为大零零的女友 爸 我回来了 秦亚先生 你可回来了 怎么了 红爷 李老到现在还没回来 我这正想着要不要给你打电话呢 爸什么时候出去的 我以为他去跟别人下棋了 我等啊等啊 你说这都等到天黑了 李老也不回来 绝亚先生 李老会不会有事啊 红爷 你别担心 我这就去外面找 然后呢 你把爸所有朋友的电话都打一遍 看爸有没有去他们那边 对啊 你说我这一击 我什么都忘了 我这就去打电话啊 好 好 林太 要等多长时间啊 一分钟 一刻钟 不回一个小时吧 嗯 等到那个时候 我肚子都饿扁了 欢迎光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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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你们见过这位先生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